我发为血之鱼 血虚 湿热 肝肾 亏虚 节可以引起脱发 那各种生发氧化的方法呀 很多人也试过不少 那水食偏盛者呢 我们可以用一味茯苓饮 那阴虚有热 发量少的呢 我们可以选用二支丸 阳虚者呢 我们可以选用生姜 今天呢我介绍一个忠诚药啊 它叫七宝梅染丹 七宝梅染丹呢为补益剂 具有补益肝肾无法撞过的功效 可以主治肝肾不足症 症件呢有虚发早白脱发 齿牙动摇 腰膝酸软 胰梦滑精 肾虚不愈等 临床呢常用于治疗中年人 虚发早白脱发 牙周病 以及男人不愈 属于肝肾不足症 那七宝梅染丹呢 治疗的脱发和早白发呢 一定是肝肾虚衰引发的 那像其他呢 因为湿气或者是药物副作用 引起的脱发和白发呢 则不适用 所以啊用之前呢 还是需要整体辩证的 那如果呀你是油性的发质呢 建议用这个方子生发的同时呢 也可以用温胆烫来泡脚 除除弹湿 头发之所以会油腻啊 也是身体湿热的一种表现 补肾方面呢 我们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 黑豆 黑芝麻 桑肾等等啊 这些呀都是很不错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